搬拌完之后呢,就可以直接吃了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日本纳豆的正确吃法 超市买回的纳豆 一般都是这样的 里面会有两个 料包 一个是酱油包 一个是芥末包 我们先把它这一层 薄膜打开 放进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搅 把这个酱油还有芥末充分的让它融合在里面 然后再反向转 喜欢吃芥末的话 也可以在里面放一点 也有的吃法是在里面放那个 无菌鸡蛋的蛋黄 然后给它搅拌在一起吃 一直搅拌到这种成丝的状态 这样搅拌完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吃了 不 不能吃哈 其实这样搅拌完了 还是可以的 我不能说它非常好吃 但我相信 每个人喜欢吃辣豆的话 都不是因为它好吃 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对心血血管好 所以这就是日本人常受的一个秘诀 他们都喜欢吃辣豆 其实我更喜欢吃的做法是 给它做成手卷 或者是寿司 就是军舰寿司 这样的话配着熟洗饭的话 它的味道会更好一点 现在我们就来做手卷和军舰 如果有紫苏的话 可以放一片紫苏在上边 增加它一点味道 我们就来点减养 这个地方 就是军舰 这个地方 其实 所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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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